一位是连货五届世界军人锦标赛 跆拳道冠军的明星 一位是有着丰富一线带兵经验的上校 这批参加新训的特战女兵 迎来了两位上校班长 她们怎样训练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 两位教员又有什么绝招 帮助特战女兵们快速成长 教员和新兵们又结下了怎样深厚的情谊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我的班长是上校 这是2018年10月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新训女兵的第一堂格斗课 就是看教员做很轻松 但是正儿八经当你自己做的时候 真的全身都是出汗的 在她们的女教员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敬锐 敬锐原中国八一队跆拳道运动员 上校军衔2001年至2005年连续5次 荣获世界军人锦标赛跆拳道冠军 摘得个人五连贯 集体六连贯 现任陆军特种作战学院讲师 对 谈得不错啊 当时知道是世界冠军 当我们班长的时候我特别激动 因为我以前追过新 然后但是当世界冠军来了的时候 我感觉什么明星啊 世界冠军真的 就比明星还明星 见到他的时候特别无比的激动 因为今年新兵训练期延长 作为学院的宝贵人才 敬锐被特意安排给特战女兵当班长 我曾经是世界冠军 他们来了以后又看到他们非常崇拜 非常敬佩的这种眼神 我觉得我自己身上的压力更大了 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班长的职责 发挥到最大 今天我们主要是学习 踢的动作 鳖腿技术是实战格斗中的 重要腿法之一 它具有力量大 杀伤力强等特点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鞭腿技术 在预备式的技术上 右脚脚尖登地迅速提膝 脚尖向下脚面崩直 大腿与腰尖同高 十月底已经渐渐进入冬季 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 但训练场上 女兵们都目不转睛地 看教员做事法 刚才在她真的 对我们演示的时候 一遍一遍地演示 让我觉得原来 这就是世界冠军 灵异的腿法 然后那种横溢的眼神 然后感觉她的腿 带起风都在呼啸 从哪把女兵的表情 我们看出 格斗的每一个动作 都要稳 准 狠 而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需要长期训练才能达到 对特战女兵来说 练习格斗可以提高她们的力量 速度 对抗意识 以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这样六个月后 她们就可以完成特战专业的基础训练 对 你看 落的时候 收的时候 收完也是膝盖再上 脚再下 对 好 脚再转多一点 这么近距离地跟世界冠军学习 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 所以新兵们都学得格外认真 新兵大部分刚刚经过紧张的高中生活 没有时间经常从事体育锻炼 她们身体的灵活性 协调性 柔韧性和力量 都会有些不足 主要的问题就是支撑脚旋转得不到位 重心掌握得不够好 而且就是在最后鞭打的时候 很多是容易出现踹的情况 带动 带动你的身体 手臂 一起去发力 还有一个在提膝的时候 是膝盖正面的向前 啪 贴着你的支撑脚正面向前 而刚才的话还有从这儿去摆的 扣旁边的 不对 正面 打 正面 上身没有动作 只是腿上 打 对 上身 腿往前 顶胯 对 腿往前 格度训练 从分解到连贯 动作由慢到快地转换 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女兵需要通过反复不断地练习 才能掌握要领 但为了练好格斗 心训女兵还必须有良好的体能做基础 我们刚才做这个动作就跟我们今天学习这个鞭腿的启动 提膝是一样的 提 提 八 四 为了练体能 每天傍晚 静锐都会带着他们做各种活动 因为打格斗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体力的 体力就是体能嘛 我们做体能就是为了体高流 然后长时间呢 打格斗的话就是一直有状态 就可以赢得对手吧 高抬腿 蹲力举腔 平板支撑 是他们经常练习的项目 就是在我们每次的平板支撑的时候 其实最感动的什么就是 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 上一周的时候还是 虽然说坚持到了一分多钟 那大家的动作可能就变形得非常厉害 那么今天的话 他们最多的是能撑到五分钟都可以 所以呢 这就是他们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进步 静锐主要负责女兵们专业课目的教训 而和静锐一样 参与到这次新兵教学中的 还有另一名教员 叫田小华 建立 陈辽元 注意你的动作 每次都慢半排 是 李毕 建立 李毕 建立 注意力 集中 是 田小华 田小华 也是一名上校 他曾参加全军第一部军事体育标准的制定 第一套体能测试系统的棉巴 理论功底深厚 教学经验丰富 向右转 陈辽元 陈辽元 不 怎么回事 每次都是你出错 不能集中注意力 想什么呢 去自己到一边 自己练去 不 好 其他人 我们接着训练啊 陈辽元被点名出列 到一边占军资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他突然哭了起来 陈辽元是田小华所带班级的排头兵 来部队前 她是高中校篮球队队员 是个乐观开朗的姑娘 平时队队动得那么好 今天都是你出错 时间 用一下手机 就是以前觉得 妈妈每次就是在身边 没有觉得这半个小时有多珍贵 然后来部队 一个星期只能用半个小时打电话 然后就特别珍惜半个小时 就是每次都舍不得 舍不得挂电话 就是 但是部队有部队的规定 就很舍不得 就很舍不得 长大 跟我的自身经历很像 因为我也是带着女儿 从她三岁的时候带着她 一直到现在 现在女儿上初三了 就是看到她呢 我就不自觉地 就是想到了自己女儿 突然就感觉很心疼 天小华非常理解程咬员的心情 在这几个月里 她和这群女兵朝夕相处 同吃同住 同训练 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时间 女兵正在进行扑服训练 整天在沙地里摸爬滚打 高强度的训练 让她们经历了不小的磨练 侧子用左边的力量去爬的时候 肘部就会磨破 其实这里面 其实胳膊肘已经全部烂掉 基本上 大家都是这样子 在家里都是没有受过这些苦的 所以看到她们在这里 摸爬滚打 整天弄得身上脏兮兮的 然后经常都没有时间去洗澡 就特别心疼她们 那天正好没得衣服换 就把自己的衣服给偷偷洗了 穿着湿衣服 然后她就特别细心地发现了 她就把自己的衣服拿给我穿 因为田小华在生活中 特别关心这群女兵 他们私下里偷偷叫她女神 她不笑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温暖 就是给我们这种感觉 而且她笑起来特别好看 就是我们整个全世界 人队的气质女神 我们都会偷偷这么叫她 田班长她就在生活的细节方面 就特别照顾我们 就比如说桂林会经常下雨 然后我们有时候淋了雨 然后她会给我们泡姜汤 然后晚上就像现在 就天气转凉了 然后我们盖被子 她会看我们被子 有没有盖好 然后晚上会给我们盖被子 就是感觉 就是离开老妈妈以后 在这儿还有一个妈妈 这天是女兵们难得的周末 田小华一走就匆匆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提了好几个塑料袋 她有什么计划安排呢 女兵们能否克服想家的烦恼 顺利度过他们的新兵生涯 《军事迹时》正在播出 我的班长是上校 《军事迹时》正在播出 《喜欢或腾停吗?》 中午大夜 �اس� 蜚零米粉 卫林米粉 谢谢 뭐야 那我来 我 writers 好小啊 得啊 可以 謝謝安囊 我要穿十分 好厉害 好厉害 但是这个怎么很好吃 太好吃了 我都吃光了 我以为出门就没家里的人说过了 吃了大不得还要干嘛 真好 这会辣椒太辣了 没事 辣的太辣了 不油了 打哭了 打哭了 就他们那时候我爸妈妈 然后 打哭 咱们是太容易 我们不油了 就以前 爸爸这样给买的好吃的嘛 爸妈就在这儿呢 妈妈给你买好吃的 是不是 就班长就像爸妈一样 完了我都有一点想到 有爸妈 爸妈就在这儿呢 对 爸妈就是我们的爸妈 爸妈没哭 爸妈不许哭 不行 爸妈不许哭 所以我在这儿你们也是 像我的孩子一样 没想到 吃一碗泥粉 还会引起这么多感慨 是我没想到的 我就是想把自己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想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也尝到 就是我认为特别好吃的东西 就是没有想太多 就只是想让他们 吃点 桂林这边特色的小吃 因为到桂林都知道桂林米粉 但是呢 他们过来六个月 可能来到桂林 说起来来了半年 但是连桂林米粉都没吃过 我觉得会很遗憾 田小华在女兵营里 既是教官 又是家长 因为她的关心和体贴 在新兵营 给了这些第一次远离父母的孩子 又一个温馨的家 很多时候 其实我是比较廉价的一个人 但是 来这儿以后 没有那么想家 因为我在这儿感觉 这真的就像我的家一样 如果说田小华班长 带给女兵们的 是一种家一般的温暖 而敬瑞班长带给女兵们的 则是严格的动作标准 和团队协作意识 小心 客母 紧急升军 这个客母是以班为单位 将全班女兵排成一列 用绳子 把相邻两名战友的脚绑在一起 全班连成一个整体 通过一定的练习 使大家可以整体向前移动30米 速度越快越好 角晶晶是一般的排头 她身高1米77 在刚刚举行完的 新兵羽毛球比赛中 获得个人冠军 出于对她的信任 小晶晶被安排在了最中间 她将担负更多的责任 我们进行这个科目的练习 主要就是培养她们 团结协作 然后互相沟通 然后彼此配合的一个行为习惯 绑紧一点 大家都 单速左脚 双速右脚 起步 走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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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中间咋了 中间咋了 你腿那么长 咋走得这么慢 对不起 在饰演阶段 角晶晶的步伐 总跟不上队友 导致全班战友摔倒 没事 没事 コ or what 有一辆事 我们再来一次 回还是要再来一次 所有人 五眼后不要紧 蓝金钱 您帮裤层啊 全空泥了 整得好了吗 好了 走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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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2 3 不摔吧 别人的不摔 还有两分钟就比赛了 对吧 你看别人的吧 你看 你们看二班 你们看二班 你看我们的这脚的那样 你怎么每次因为你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要这样 还想不想比赛了 班长 我认为 紧紧拖了我们大家后腿 要不然把紧紧 从这个比赛中去了吧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 他真的就是一个人 拖了我们大家后腿 他每次都走的时候 就脚抬不起来 我们这是一个团队活动 紧急行军活动 它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大家 注意沟通 团队协作的一个过程 你这样把队友就放弃了 这样做对吗 不对 归队 重新调整队形 是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当时也啥都没想 就说给教员说一声 然后把基金换下来 因为我们当时 考虑到了这个民室 没有考虑到整个我们集体 没有考虑到整个我们的大家庭 其实角晶晶是在前两天体能训练中 有伤了左脚 但她不想掉队 就没和任何人说 对不起晶晶 我不知道你全受伤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我们加油 我们肯定能拿第一 别哭 别哭 没事 一会调整一下队形 你一定走得会很好 对 最沮丧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对 我们不会放弃每一个人的 刚才是我不对 对不起 我还是会加油的 嗯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好 来 调整队形吧 把队形上去 好 我们调整队形吧 对对 小晶晶被调整到外侧后 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完成课目了 很快 四个班都做好了准备 晶级行军的团队比赛就要开始了 好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 小晶晶他们所在的一班 是从左至右第三组 小晶晶晶 double Andreas self 赛成快播半首 他们采用了小隧部 起步跑的方式集体向前进 速度明显超出了其他三个班 帮 條 q 要 ud ces 快到终点时 小晶晶他们班 已绝对优势领先了 啊 我没想到他们能够在前面 那么多挫折的情况下 能最后取得冠军 我以为他们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不错的了 没想到最后还取得了冠军 一般取胜的关键 是他们磨合速度比较快 团队协同做得比较好 跑动起来呢 也是要求他们特别的一个默契感 我们十个人就像一个人在跑步一样 听着口令 一二一一二一 然后就像一个人一样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跑到终点 我愿意爷爷子装穿这生日平庄 新训生活还在继续 未来几个月中 特战女兵们还将通过一系列基础和专业考核 成绩优秀的女兵 会以一名合格特种兵的身份 分配到各基层连队 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一定不会忘记 他们曾有两位想当当的上校班长 哪里有地动山摇 他们就会奔赴那里 哪里有无助的期盼 哪里就会有他们带去的希望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他们是断壁残垣中生命的守护者 中国国际救援队 他们是怎样展开艰苦演练的 又是怎样锻造成为 废墟上震不垮的启粮 军事纪事下期播出 为了打开生命的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